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盈樂酒之的 Matt 那很多人都說橡木桶決定了威士忌 70% 的風味 那加上蘇格蘭法規開放之後呢 其實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不同種的橡木桶應用在威士忌上面 Chivas Extra 13 年 就是最近我們看到的用了五種 有五種不同橡木桶的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新的系列 所以今天呢我們特別請到了 Chivas的品牌大使 Angie 來幫我們一起介紹這個有趣的系列 還有各種不同的橡木桶到底有什麼不同的味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vas的品牌大使 我叫 Angie 相信大家對於Chivas都蠻不陌生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奢華威士忌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這一次除了就是跳躍出一般經典的一些蘇格蘭威士忌的酒款 我們這次也大玩各種不同樣的桶型 我們集結所有全世界最受歡迎的一些烈酒 然後把它作為橡木桶 然後讓它做威士忌的過桶或者是熟成 在不同的製程下面呢 它就有不同的風味的層次 那我們這一次呢就有五個款項嘛 有大家熟悉的像是雪莉桶啊 波本桶 那我們還額外多出了一些像是裸麥桶 Takia桶 還有蘭姆桶 就是為了讓給大家有一些更豐富的一個 味蕾上面的一個享受 那我們現在就先從台灣可以看得到的三款 那也是可能大家比較熟知的三個桶型來開始 那我們會跟大家說這個橡木桶本來是拿來幹什麼用的 那真的呈現在蘇格蘭威士忌裡面的合身 那這個馮威產生 那我們首先就先來看我們的第一塊 波本桶 波本桶應該也算是台灣人蠻熟悉的一個銅石 其實絕大部分的蘇格蘭威士忌 都是在波本桶裡面熟成的 對 沒錯 因為波本桶其實言下至於就是美國波本酒嘛 那其實因為在波本的法規裡面 他們是一定要使用純新的美國橡木桶 所以其實就會變成有非常非常多的波本桶出現 他們用完之後那個通通拿去給蘇格蘭威士忌 尤其是因為全新的橡木桶 其實它本身的味道其實會比較濃郁一些 但比較濃郁一些木質調啊 或是一些香蕉油的一個香氣 所以其實當它已經使用過一次之後 再給蘇格蘭威士忌使用 其實就不會蓋過它本來那種細緻的麥亞的一個香氣 是蠻適合的 一般來說大家喝到的波本桶其實代表是兩隻的風味 大部分的波本桶其實大家最明顯感受到 應該就是一些蜂蜜啊 香草啊 一些奶油的一些香氣在裡面吧 奶油啊 椰子啊 然後像柑橘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喝一下這一支 Chivas Extra 13 年的紫蜜波本 我自己也是波本派的一支 就是如果真的要比較一下的話 那這支其實是我們Chivas今年才上的最新的一支筒形 口感其實還蠻甜蜜 Chivas的這個系列其實就是可以讓大家玩一支同一個年份 然後這樣多不同的筒形 但是這一支酒呢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有一部分酒意是完整熟成在波本桶 再回來 blend 對 所以有些比較明顯一些波本的甜香啊等等 也會在這裡酒意比較有更多層次的一個短線 那第二款呢其實就是台灣人最喜歡的雪莉桶 沒錯 那雪莉桶過名思義它其實之前就是拿來裝雪莉酒的 對 就是嘉烈葡萄酒 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類型 但台灣比較常看到的可能是炎猴露嗽啊 也會是那種沖突痛的 對 比較常見 那它通常呢 大家會覺得它有一些比較香甜有香有乾的風格 通常我在外面跟大家分享雪莉桶 這個筒形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用一個比較直觀的方法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它是前面是放嘉烈葡萄酒嘛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葡萄酒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譬如說像一些葡萄乾的一些香氣啊 它的顏色口感也會給你多一點像黑巧克力的一個感受 那有一些雪莉桶其實它也會給你有一些像是冰箱的那種 微微香料的味道在裡面 嗯沒錯 那這一支酒的話它也是有一部分的酒液是完整熟成在雪莉桶裡面在回來 blend的 我覺得這支酒呢是因為有一部分的酒液是在 在雪莉桶去完整熟成13年的嘛 所以其實它賦予我們Chiva這支酒款的 它其實有更多一點像是黑巧克力的一個香氣在裡面 那它一樣就是整個Chiva的系列其實酒款都是比較柔順一點點的風味啦 還有一些微微的果乾其實在你後面喝的時候 它其實它的層次會慢慢堆疊出來 其實就非常符合我們Extra的這個特色 就讓你更多的一個層次在裡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有第三支是我們的藍霸裸麥 那它是用部分熟成在裸麥桶的 沒錯 威士忌&酒然後來blend 那裸麥威士忌呢就是黑麥 對就大家常常有說有那種黑麥啊 麵包還有那個原料 對我自己來講我覺得裸麥威士忌比較多一點那種比較青草 然後辛香料 那些皮革 對對對 那些味道 那它實際用在 雖然威士忌沒有會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透過我們熟悉挑選的是它blend這支酒款 當然有一部分酒液是過了我們的裸麥桶再回來blend 它反而讓chivas的這支酒味更多一些像哈密瓜的味道 跟剛剛本來我們想像中裸麥威士忌會給你的風味其實不太一樣 它也是需要用全新的美國橡木桶去製作的嘛 所以其實大家只要聽到全新橡木桶應該都會有一種 啪啪的感覺 沒錯 就非常粗獷的感覺 假設你今天在北海道的鞋場滑上鞋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比較清爽一點點 然後又有一些非常清甜的一個麥芽的香氣感覺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兩款的比較特別 就是因為它是台灣目前還沒有上市的產品 那分別呢是龍舌蘭筒跟ROM 龍舌蘭筒其實也是2019年放寬這個法規的時候才出的一個銅信 所以應該市面上大家應該都蠻少見到這個銅信 對所以現在市面上可能大家就只會看到幾款的這種是過龍舌蘭筒的作品 算是非常稀有少見的一種銅信 這支其實香氣還是有一些 Takia的味道 Takia的味道 龍味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過了Takia的銅之後 這支酒其實有變甜 還有更多一些 也是跟ROM CAS可能會有一點像一些熱帶水果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它比較多的一點像是葡萄柚啊 檸檬啊或是有一點薄荷葉的香氣在裡面 台灣其實只有進到的是紅椒雪莉 紫密博本跟藍霸羅拜 那如果大家找到我們的ROM CAS或者是Takia CAS的話 其實也蠻適合給大家體驗一下 可以試試看 尤其現在就是即將到龍年嘛 那那個龍味就希望大家也玩味一下 那最後一支呢 就來到一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一點的ROM桶 ROM桶其實在最近這兩三年 非常常見 對 非常常見 越來越多人喜歡這種比較熱帶水果啊 像是片水果啊 果香味明顯的味道 沒錯沒錯 那我們就應該不用介紹太多 直接來喝喝看就知道是什麼味道吧 直接喝喝看 大家知道萊姆就是用甘蔗的糖麵 對沒錯 或是甘蔗汁 所以它的糖分的口感本來就會多一點點 對 所以它那種比較香甜果香的口感 其實可以的方位是期待還蠻多 有趣的點綴 嗯沒錯 還蠻Dry 對 反而沒有像剛剛那些米賣那些 那麼香甜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熱帶水果的果乾 這應該也是市場上應該接受度很大的一支酒款 它也是就是這麼多裡面酒感相對更低的一款 其實就是看你的甜感的比較 就會感受到它的酒感的多寡 沒錯沒錯 那這支就是相對比較香甜的 所以酒感感覺就比較多 尾韻的那個萊姆酒感覺蠻強烈的 對 這支應該算是這幾支裡面 風味筒的調性蠻強烈的 像紫密波本跟紅照雪莉這兩支 雖然他們有部分的酒意去做完整的熟成在那個東西 但也許是因為大家熟悉的這兩個桶子 都是要嘛整個一起去做過桶 全程或是過桶 或是直接就是在這個桶熟成 所以它在那個風味上面的表現其實會比較 呃 沒那麼明顯 但是它會給你口感上面更多的一個層次 對 那像這一支的藍木桶的話 雖然它是一部分的酒意去做過桶 但我覺得它在這一支酒的表現上面 其實那個熱帶水果上其實是相較明顯比較多的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剛剛喝完了這五款 Chivas Extra 13年 這邊呢這三款就是在台灣目前可以買得到的 沒錯其他的就是大家自己碰運氣找一找看有沒有哪個地方買得到 因為這個系列就是用也是市場上比較少見啦 就是玩這麼多不同的桶型 但是在同樣一個年份 其實讓很多就是可能當入門的威士忌的一些玩家 會想要體驗不同桶型的時候 其實真的就可以考慮這個 Chivas的華麗丸桶系列 而且這三款的價錢都非常的實惠 沒錯都是千元以下的蘇格蘭威士忌 而且還掛了13年 所以說你想要體驗各種不同桶型的話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沒錯 尤其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設計 除了在我們的酒意裡面 還有增添不同的層次之外 我們這些酒款其實都是 可能全世界非常多受歡迎的一些烈酒 去做威士忌的橡木桶嘛 那你看這些不同的瓶身或者是包裝的設計 其實也都跟這個國家的顏色 或者是文化特色等等的有相關 我真的非常喜歡你的系列 對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拜拜